备受大家期待的这个全新 2020 Honda City 在不久前终于在我国正式发表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它的这个保养费用 我国的 Honda City 总共备有四种车型 分别是 SE V 版本还有顶级的 RS 车型 那在 SE 以及 V 车型上它搭载的是全新的 1.5L DOHC 自然进气引擎并搭配 CVT 变速箱 根据官方给的油耗为 5.4L per 100 公里 至于 RS 版本则是搭载之前我曾经为大家讲解过的 这个 IAMD 动力系统 在官方的油耗方面是 3.77L per 100 公里 非常的出色 那由于我国的这个 CT RS 算是属于这个 全球首发特别的这个 EHEV 版本 而且要到明年1月才会正式上市 在这方面保养方面官方也是还没有公布它的详细的资料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汽油版的这个 City 版本呢 在保养费用是如何 那我们就先讲一讲这个 Normal Service 啦 那根据原厂的这个列表啦 其实新一代的 Honda City 也一样 就是每1万公里换一次黑油 那原厂给的这个黑油呢 是这个 5W 30 的半合成机油 包括 Drain Plug 的价格为 114.69 元 那这个价格是不包括 Oil Filter 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Oil Filter 根据原厂的做法啦 是每2万公里才换一次 也就是讲你换了两次黑油才换一次 Oil Filter 那你第一次换黑油的时候就只换黑油而已咯 诶 我在讲什么啊 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厂每一次的这个 Service 的价格呢 平均都是在200多到300多之间啦 比较贵的时候是有换多一点东西啦 像是这个 Air Filter 啊 Break U 啊 之类的 我觉得 Honda 在这方面呢 它有尽量把这个价格拉到平均一点 像是把这个不同的零件放在不同的时候更换 比如说这个 Oil Filter 是每2万公里换一次 Air Filter 是每3万公里换一次 至于这个 Brake Fleet 是每6万公里换一次 在这边我也列出这一些零件的这个价格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Major Service 啦 其实这个新一代 City 的 Major Service 也是很简单 不外乎就是换这个芽油啊 还有换这个 Spark Plug 那在芽油的部分呢 根据原厂的列表呢它们是每4万公里换一次的 然后是使用这个 3.5L 的 CVT 牙油 价格方面为 129.04 元 至于 Spark Plug 方面呢 因为是这个 Iridium 的关系啦 就比较贵一点 但是呢它是 10 万公里换一次喔 价格方面 是 554.02 元啦 那当然这个是原厂的一个大价 那讲完 Service 我们就再来讲一讲这个消耗品的部分啊 但是因为这台车还很新 因此在这个消耗品的价格方面 其实我们也还是不太确定 那在这里呢 我就以这个上一代的 City GM6 来做一个参考好了 那同样呢 这一回这个 City SE 还有 V 版本呢 都是使用一个前叠后骨的刹车配置啦 因此在这方面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前刹车片了 在价格方面呢 上一代的这个 City GM6 啊 它的这个刹车片的价格大概是在 200 到 250 令吉之间啦 当然这个价格是原装 还有一些 OEM 的这个品牌 你可以自由选择 当然如果你要性能更好一点的也是有 像是这个 Project Mule 的这个刹车片呢 我就记得 这个 City GM6 大概是在 300 多令吉左右 至于后面的这个 Drum Brake 呢 那天在我的这个 Beza 的保养影片呢 就有网友提起啦 其实这个 Drum Brake 它也是要保养的 它里面是有刹车片的 叫这个 Brake Shoes 但是这个 Brake Shoes 呢 其实它的寿命非常的长 基本上大概你普通驾驶的话啦 都可以用一个 3 到 4 年左右 当然如果你是高理数驾驶的话就不一样讲 主要还是看你的这个驾驶方式啦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轮胎的部分了啦 这个就不用参考什么上一代的 City 啦 在这个轮胎部分呢 City 的 S 还有 E 版本呢 使用的是这个 185 60 R15 尺寸的轮胎 在价格方面呢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大概是在 170 到 210 令吉之间啦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 Jaden 小编的说法呢 它说这个尺寸基本上你拿到的都是 比较普通的一个轮胎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性能比较好的轮胎呢 你要把这个宽度加宽到一个 195 而在 V 版本部分呢 它使用的是 185 55 16 吋的一个轮圈和轮胎配置啦 在价格方面 同样的方面这个列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价格方面是在 220 到 250 令吉之间 当然这些价钱都是一条啦 不是四条啦 一条啦 同样的 Jaden 告诉我 这个 16 车的轮胎 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性能比较好的轮胎 也是要把这个宽度升级到一个 205 的宽度 那想要知道这个 B-Segment 适合使用什么轮胎呢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之前 Jaden 有为大家讲解过 接下来就到这个电池的部分 那根据之前的这个 CD 车主们的经验 这一台车通常用一个 一年半到两年左右 这个电池就是时候更换的 但是这台车基本上它其实也是构造蛮简单的 那它使用的这个电池呢也是普通的这个 NX40 ZL 的规格 价格方面不会贵 大概 150 到 200 令吉之间 但如果想要使用这个性能更加好的电池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这两个规格啊 这个名字太强了 我讲不出啦 价格方面会稍微贵一点 大概是在 200 多到 300 多之间 那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个 限动性提供这个电池的资料啦 老板说如果你们找不到这个价格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 automarchive 的 promo code 找它 它会给你们这个价钱喔 那同样的刚才我就有说过 City 其实是一辆构造简单 而且蛮容易保养的一台都会型轿车啦 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这种 wear and tear 的东西 需要去注意 在这里呢我就列出 上一代这个 City GM6 一些比较需要留意的部件 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了 嗯那从旁边这个列表 大家可以看到啦 基本上需要注意的都是一些 车脚啊 引擎的这些部件啊 像是这个 low arm啊 absorber mounting啊 还有engine mounting等等 在engine mounting方面 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讲一下啦 就是它的这个engine mounting 大概是在 1200左右 这个价格是包装的 那还有一点的是 在我国的这个气候之下呢 City 也是会 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的这个 Aircon 长期开之下呢 可能会遇到不冷的问题 在这方面呢 如果你做一个service 的话 价格大概是在 RM250之间 如果 你的Aircon compressor 坏掉的话 我们问到的价格是 这一台车的 这个 compressor 价钱大概是在 RM1500左右 当然 这个是上一代 City 的这个价格啦 那在讲完这些零件的价格过后呢 同样的我们也为大家算一下啦 5年下来你开这台新一代的 Honda City 你在 保养方面的成本是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大概是 RM3700左右啦 那这个价格呢 当然只是限于这个你回原厂 Service 的这个总数 至于保险部分呢 同样的以这个 0% 的 NCD 的算法 来计算的话呢 这台车的这个保费 将会是这样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三个版本呢 大概都是在 RM2000 左右 那以上就是这个普通版的 City 的保养费用了 至于 City RS 呢 根据官方的说法 是在明年的这个 1 月才会正式公布价格 包括这个官方的保养的费用呢 也是到时才会出炉啦 所以想要知道这个 City RS 的保养费用是如何呢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点击小铃铛就对了 想要知道这个 City RS 的表现如何呢 大家也可以点击上方 上方这个小白点啦 之前 Ivan 是有 短暂体验过啦 就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一代的 City 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